你们骑过王吗?今天这么好机会,还不快试试 骑王就是不一样啊,骑王,骑 一个战败的王,到底有多屈辱 被人当马骑,还不能流露不爽 魏王今天这么让我们消遣,总得赏他一些东西啊 作为沛县元老,周伯对这些旧贵遗老向来心存不爽 有这样的机会,他不会放过 周伯做事,就要把正吃着的饼赏给魏豹 我刚吃过了,不饿 魏豹嘴上说着不饿,手还是老老实实的伸了出去 可结果,兵掉到了地上 耳旁周伯的嘲讽,尖锐的刺痛了魏豹这颗混恶的脑子 魏王是吃山珍海味的肚子,怎么能吃我们乡下人的东西呢 那一瞬间,种种委屈涌上了魏豹的心头 他只是蹲在地上,想要把瓶捡起来 以为这样就会抓住王的尊严 而伯七在一旁看着心疼 丢了他,怪可惜的 画面一转,汉王宫中,魏豹跪在当中,朗生说道 大王的恩典,臣时刻牢记在心 每日起送大王的恩德 刘邦这会儿,还一头的问号呢 就听见魏豹 我有忠心一片,再也不会背叛大王 若有烦心的话,碎身万段 刘邦,他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位老贵族正八经的大魏正皇旗 生怕的整出来一句 您一个臭配仙的混混,来跑到我们魏家地界来要饭了 连魏地都是我的了,你还有什么呀 魏豹新一行 眼见刘邦脸上露出笑容 魏豹继而说道 我愿一辈子给汉王安前马后 一辈子做汉王的奴仆 只是想求大王,快射我 在乱世,爱错了的女人到底有多卑微 即便是已经被魏豹尽献给了刘邦 伯基依旧来找刘邦 求大王饶了魏豹 在刘邦眼里的魏豹,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本来就没把他当回事 伯基跪在外面,声音悲切 汉王已经收复了魏帝,这个仇也算报了 如今的魏豹,已经是丧家之权 可怜之人 汉王既已经赦免了他的死罪 为什么还要让他这么苟且的活着呢 刘邦闻听此言,深思了片刻 说道,这事儿容我考虑一二 接着,伯基又是喊住了刘邦 陈妻已无处可去,求大王让我留在宫中 刘邦颇为好奇地仔细看着伯基 伯基只是说,做牛做马都可以 接着,他仔细端详着伯基的脸 跟夏侯英就下达了命令 一扭头,刘邦就问起了该如何处理魏豹 而张仁的一句话,则让刘邦陷入了沉思 大王,你还记得勾剑夫差吗 处理完了卫报 沛县集团针对关中开了个小会 一开场啊,刘邦同志就有话说了 韩信又找我要兵了 刘邦的神情显然是绷不住了 从手中起家的刘邦才多少家底啊 汉中从秦末打到现在,人口凋敝 这个孤权在外的第二战线 考验的是互相的信任 还有就是,韩信到底会不会拥兵自立 如果韩将军得不到兵源 对整个大局不利 甚至会影响他对汉王的情谊 张良的话说得真气 刘邦沉吟了片刻 谁呢,我不光给他兵,我还要给他王 韩信大将军很不高兴 自己自打得了个便宜谋士快撤后 发现这个老小子属于是把自己当长期饭票的 一进账,好家伙呀 好大的一股子酒味,又搁这喝上了 眼见自己的饭票,不高兴了 宽车心说,你这不是逼我给你露一手吗 要不,咱来打个赌 要是我赌赢了 你以后可得允许我在你大帐里喝酒 韩信是白了宽车一眼 心说,这老小子,屎壳郎带面具臭不要脸 都什么呀 会给你派兵,还会让张尔跟你一起作战 你要是有二心呢,张尔就会杀了你的头 闻言,韩信掉转了目光 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快车 画面一转呢,中山王张尔就来了 来就来了,还带了三万兵马 韩信正开心呢,就听见张尔就要是插屁股,开始了 汉王命我和你一起统领这些兵马 张尔既然到了您的帐下,便不再是王 而是您的兵 韩信一边听,是一边觉得耳熟啊 他是一牛脸,就反合着大仗 宽车一见他,就笑个没完 之后,你随便在这喝 刘邦这举动,让韩信很懊恼 心说了,刘邦正下那帮子谋事 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死亡吧 炖汤,憋一肚子坏事 而宽车眼见饭票不上道,也着喜啊 汉王派长山王来做监军 就说明,汉王既看中将军,又忌惮将军 韩信大将军对于宽车的话,是直脑头皮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东乐剧院 我们下期再见